哈喽,宝宝们大家好 现在有很多宝宝们都喜欢穿汉服 但是呢,汉服的造型该怎么做呢 尤其是发型很重要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三种汉服的发型 首先我们来分享第一种扎法 是一个简单的盘发丸子头 我们先用梳子 把头发梳顺 然后扎一个高马尾 之后把头发分成三股变 变一个麻花变 变麻花变的作用呢 是可以更好的用簪子 将它固定住 然后我们用皮筋把它固定好 接下来固定住中心点 然后把它盘起来 可以把它稍微拉松散一点 然后再用我们的簪子插进刚才盘好的丸子头里 这样一个简单的盘发造型就完成了 对于夏天穿汉服的宝宝来说 这是最清凉的一种扎法 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也是需要先将头发梳顺 然后从我们的左右两侧 各取一座头发来 把它用皮筋扎起来 然后从中间掏空 翻进去 拉紧 再将一侧的头发 从洞里面掏进来 一直重复此动作 最后剩下的一缕头发 我们把它编成一个三股麻花辫 编好之后 同样用皮筋固定 然后我们将这一股麻花辫 以及发尾 把它收在这个旁边的位置 然后用发卡去固定 固定稳妥之后 就可以用我们的簪子 插进去 这样第二款低盘造型就完成了 我们首先呢 把头发梳顺 然后取大概一半的发量 加一个高麻尾 从麻尾的中间掏一个洞 将头发反向地掏出 拉紧 接下来我们将头发一分为二 再编一个麻花辫 编好之后我们用头绳固定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编好之后用我们的头绳固定 然后将编好的两个麻花辫 以这种方式用卡子固定在头顶 最后再用我们的簪子做最后的造型 这一款批发造型就完成了 上面分享的三款汉服的发型 大家都学会了吗 一定要赶紧操作起来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